大家好 我们在家庭养花 一般我都建议大家使用一些有机肥 比如说一些养分 或者是鸡粪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分辨 那么这种有机肥 它的作用跟一些无机化肥 差别还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有机肥 它的养分非常的全面 不仅仅含有氮磷甲 还有其他微量因素 比如说一些钙磷铭铭膨膨等等 而且它的肥效释放 非常的持久 非常的稳定 但它的含量比较低 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合理化性质 提高土壤的肥力 活化土壤养分 这种有机肥中含有大量的煤和微生物 通过微生物活动养分 释放出来 提高我们的花卉的抗逆性 改善植株的品质 同时这个有机肥 它的热容量比较大 保温性好 不容易受到外界冷热变化的影响 那么可能有些花友 不太喜欢这种有机肥 因为这种有机肥 可能会有一些异味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作为底肥来使用 比如说像这种的话 我们在盆土的底部 加入两到三厘米后的 这个有机肥养分 那么这样的话 就不会影响卫生 同时又可以达到一个 很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把这个有机肥 帮作为底肥使用 又不影响到它的卫生 后期我们追肥的话 可以使用这种塑胶复合肥 这种是荷兰进口的 那么这种塑胶复合肥 它也是不单弹磷甲丰富 其他微量元素也非常的丰富 跟其他复合肥是有所区别的 作为追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不单月季可以这样栽种 其他花卉开花量大的 都可以这样使用这种肥料 那么这两种肥结合 不管养什么花 都会养得非常的旺盛 好了 这就是养花用肥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